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好 我想 如果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的社会现象当中 什么是最印象深刻的 有人就说 现在很多农村的人 都移居到城市来 是这样 从去年开始 中国的城市户口已经超过了农村的户口 而且预测 几十年以后 有70%到80%人口都居住在城市 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那么涌到城市来 如果你再问 什么现象是日常所见的呢 有人就说 那就是买卖了 商业活动了 这也回答得很对 我们知道 像香港吧 就是一个所谓免税的城市 shopping free 有了自由已经以后呢 其实繁荣了香港的经济 也使得祖国的同胞 对香港了解了更多一点 这都是很好的 有它积极的一面 但是也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 有些人到香港 问他做什么 他就说 shopping 就是香港是个购物的天堂 其实现在我们国内 也有许许多多很兴旺 很发达的城市 商品经济也非常的繁荣 但人们总觉得 来到香港 不买一点东西 好像讲不过去吧 不用掉点钱 也讲不过去吧 所以少着用几千 多着用几万 几十万都有 据一般的 这个电视新闻的报告就说 很多来买 主要买什么呢 两个 一个是化妆品 一个是经营珠宝 这些比较多 当然 也有些买药材啊 补品啊 这些也有 那么 再探说 远一点 那为什么 自己究竟的方法来呢 不管怎么样 总有一个 事事也好 迷信也好 就说 香港的货事呢 比较真 不会假 希望是如此 也真的 愿意满足这些人的愿望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我们一个 很多的一个想法 我有一次 在这个到黄石公园的回程的路上 我们要停 接近洛杉矶的 有个城市我记得什么 对不对 是很多直销店 意思就是说 厂里面生产的东西 就不经过中介 而放在那里直销 所以相对的 可能会便宜一点吧 那么下车的时候 大家就休息了 那我就看 哎呀 很多人 用到一些店 去买手袋 这个 女士们用的手袋 我因为听说 那个手袋很贵 我想贵到什么程度 我想去看看 但太多人挤不进去 我想算了算 后来到了快上车之前 当然人路是稀少了 我就到里面一看 哇 有的手袋都是好几百美金 上千美金的一个 但有人手里就拿了 三个四个五个都有 钱财 所谓的市场经济 所谓的商业繁荣 这些本身的现象 我们可以理解 但有的时候呢 就让我想起问题 今天买卖的活动 实在太多了 买楼了 也是一个 还有呢 买股票 又是一种 还有呢 甚至于更加明显是读过 买彩票 买买买 买跟买 那么 我们读路加福音17章就说 罗亚日子怎么样 罗德日子怎么样 其中有一个就是又买又卖 但你说买跟卖 有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买跟卖的本身是正常的 但问题就说 你买卖的活动 是不是合法 合理 合情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买卖 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要吃饭 当然要买米了 我煮菜 当然要买菜了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 对不对 冬天到了 我买件衣服 夏天到了 我买个夏装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 甚至于 一般人想到 要结婚了 要成家了 要想到买楼 这无可厚非 买卖的本身 不是基督府临之前的 征兆之一 最多说反映 耶稣在来之前 这个买卖的活动很普遍 人很向往 重要的问题就说 我们把上帝放在哪里 而且我们有什么是更加需要 我们去买的 这是我今天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 这不是我的话 这是圣经的话 你当买真理 买真理 哪个店铺可以有真理 有手带 有衣服 有吃的 有穿的 有用的 买真理 对 真言23章23节 这里讲 你当买真理 就是智慧 讯慧和聪明 也都不可 卖 不可出卖 智慧 讯慧和聪明 那么要买什么呢 买真理 这社会 到了今天 有些买卖是震荡的 但有些是疯狂的 比方说很多青年人 口袋里好几张信用卡 还没有到赚钱 但是预先借钱买买买 有些是投机倒把 有些是暴力 有些是简直是骗局 甚至带着赌博的性质 所以 怪不得 英国的首相卡米伦说 社会病了 还不是人生病 是社会病了 有个病态的心理 那么 让我们在这时候 听一听 索罗门王 他给我们的劝解 你当买真理 而不要怎么样呢 不要出卖 智慧 讯悔 等等 好了 如果你要问 到哪里去买真理啊 有的时候 我到一个大的百货商上 要买一样东西 因为我实在是 逛商店的时间不多 也是很呆板的人 就问一问 这个问讯出的店员 我要买这个店吃在哪里啊 那如果你问到一个柜台说 小姐 或者服务员 什么地方买真理啊 他可能愣了 先我们要懂得 什么是真理 好不好 什么是真理 约翰福音 第十八章 三十八节 有人提出问题 什么是真理 大家不要以为 你今天会提这个问题 或者提这个问题 好像傻傻的 你知道提这个问题是谁吗 十八章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 是讲到 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 耶稣说 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 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 我的臣谱不要起来征战 是我不至于被交在犹太人手里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比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 你是王吗 因为人家告他 耶稣要做王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人就听我的话 三十八节 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对犹太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 他就是耶稣 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一月节 要给我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给我释放 犹太人的王吗 他们又喊着说 不要这个人 要巴拉巴 这巴拉巴 是一个强盗 这段记载 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我们知道 罗马的法典是很文明的 都法律人都要 他学习的 而且 问这个什么是真理人 居然是一个 罗马的寻妇 而且是一个审问 所谓犯人的人 如果一个审判官联 什么是真理都不懂 你想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对 罗马法的一个 嘲笑 讽刺 你说是吗 耶稣明明讲 我为此而生 我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数真理人就听我的话 其实听了这个话 也应当多少会了解的吧 但是 这个比拉多 问出这个问题以后不算 他一方面 对犹太人讲 我查不出什么罪来 第二方面 怎么样 他又想 按照惯例 要放一个人 那么 按理想查不出这个罪来 因为他放耶稣了 他又不这样做 相反的 这些人叫 说我们要巴拉巴 要一个强盗 我们要 定死耶稣 要把他定死之家 这比拉多 去从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名誉也好 为了自己的官位也好 因为这些人 为什么说 你如果不定他的罪 你就不是盖撒的忠诚 意思 威胁他 我们甚至要上告到 罗马皇帝那里去 他去从 非但他问什么是真理 我相信 哪怕是告诉他什么是真理 他也不会听从真理 或者是遵行真理 你说是吗 如果是一个法官 是一个审判人的人 尚且不知道真理 那他的判案 会如何呢 这是世界的悲哀 这不单是古代世界的悲哀 也是今天世界的悲哀 有没有法治 还是人治 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思想 那么 什么是真理呢 我想 我们根据圣经 约翰福音 第17章 第17到18节 耶稣在跟门徒分离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 他向天父祷告 他为门徒祷告 其中有几句话说 求你就上帝 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 就是真理 你怎么样猜我 到世界上来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 世界上去 什么是真理啊 耶稣说 你的道 上帝的道 就是真理 这点我们第一 要认识 第二 约翰福音 14章 第6节 第6节 这是非常 著名的句话语 在很多的教堂外面 有这个标记 14章第6节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所以上帝的道是真理 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真理 真理的火线 多么清楚啊 太好了 耶稣自己就是真理 这在希腊文是阿里撒亚 耶稣自己就是真理 而且这个真理 是会引人走下生命 不像今天事件有些人 哎呀 好像真理在他手里 但引人到歧途 最终到灭亡 耶稣说 我去道路 这条道路 可能是比较小的路 不是走向世界的大路 耶稣甚至说 找着人也不多 但耶稣 这位真理者 已经发生 已经在世界上宣扬 要人走在他的道路 而且最终引人走向生命 不但在今生 活得有意识 有价值 而且走向永生 第三呢 约翰福音很有意思 我刚讲 约翰很喜欢用的几个字 其中一个就是真理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见证 真理这个字呢 在 我刚刚读的几节 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是不是 约翰福音 第十六章 第八节说 他既来了 就是圣灵来了 就叫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 责备 自己 十三节 这里讲 只等真理的圣灵 就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 或者在英文 或者在语言文 就进入一切的真理 什么是真正的明白真理 就要进入真理 要体验真理 要经验真理 因为他不是评估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所以 什么是真理 如果耶稣当时 不回答比拉多 其实因为 已经回答了他 他根本不是一个 尊重真理的人 他是一个尊重 自己的名誉地位 要保证自己的乌纱帽的人 他是宁愿 去从 舆论 他宁愿于 歪去真理 他查不出耶稣有罪 应该放他了 但是不 不 他非得不放他 留住他 而且鞭打了他 等等 你看看这个 所以 如果今天有人 再问你 什么是真理 希望不是法官 如果法官还不懂得 什么真理的话 那这很可怕 如果一般人 问你什么真理 那我要回答他 耶稣说 上帝的道 就是真理 耶稣自己 就是真理的化身 和活活的一个体现 而圣灵 今天耶稣虽然不在我们人间 但圣灵 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他把上帝真理 他把上帝真理教导我们 当上帝真理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为罪 为义 为了将来审判 要自己责备自己 这可能是 你说消极点 又很积极的 耶稣说 只等真理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今天懂一点 明天懂多一点 后天懂得更多一点 有一天上帝 让我们明白更多的真理 是圣灵的工作 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24章 讲了很多 他再来之前的预兆 讲完这预兆以后 他连续讲四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就是 十个童语的比喻 因为耶稣坐着 出请深情 看到 就像我们平时一样 这部汽车绑了很多的花 我们知道这婚礼的车 当时耶稣也坐着 看见有个婚礼正在进行 耶稣就讲了一个 十个童语的比喻 这在马太福音25章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按照当时犹太人习俗 就是说 新郎要去怎么样 允许这个新娘或者是新妇 而在这个时候呢 有十个童语在等 等着新郎 等着新郎来 那么 开始等等等 现在有电灯 甚至有日光灯 甚至有太阳灯 很亮的 那是最油灯 那十个童语呢 都提了灯 要等新郎 但说五个童语呢 有灯 也有一点油 但是没有带一些更多的油 所以灯 油慢慢的少了 慢慢就熄灭了 那五个聪明的童女 也带灯 灯里面有油 而且多预备了一些油 结果 圣经讲 十个童女都打顿 睡着 可能等的时候 长了一点 因为圣经讲 新郎 慈眼的时候 比如说 一到晚上 八点钟来 结果八点钟 好像没来 八点半还没来 九点 等等呢 十个童女都 睡着了 但怎么样 半夜 有人声喊着说 新郎来了 哇 在一阵性的时候 这五个玉作的童女看 我的灯已经没有油了 已经熄了 那十个童女 当另外五个聪明童女呢 一看 赶快把灯怎么样 挑望 加点油 那个玉作的就说 来 帮帮忙 帮帮忙 借点油给我 那聪明说 不行的 你不如自己到 卖油人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来了 五个准备好的童女呢 就进入到 婚姻 宴席那里去 而后来 这个五个玉作来了 就敲门 没用了 门已经关了 这个比喻呢 我们知道 着重是讲我们的 灵性 什么是灯啊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上帝的道 就是灯 但是要上帝的道 发出光来 还必须要有油 什么是油 按照圣经解释 至少 其中之一就是说 是圣灵 和圣灵的恩赐 只有圣灵 能够 怎么样 点着这个火 能够使得上帝的话 发出亮光来 只有圣灵的感动 像保罗讲 按照真理 分解上的道 诗篇里面讲 你的话 一解开 就发出光来 是遇人能够通达 灯 油 光 我们都知道 那么 问题就说 什么时候 最需要亮光呢 是在黑暗的时候 你说是不是 如果大白天 不需要灯 甚至于你灯 跟太阳去比赛吗 那太可笑了 在黑夜的时候 需要灯 什么是灯呢 上帝的话 就是我们脚签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什么是灯呢 就是预言 圣经讲 预言 就好像如同灯照的暗处 告诉我们将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这些 在今天来讲 我们有没有呢 从某方面讲 我们今天 有圣经 而且人手一策都可以 今天 我们也常常有机会 到教会去 听到 包括我们今天 这里也是一个 有机会 明白 但我们真的 有没有 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感动呢 还是 把圣经当作一本书 把讲的 当作一般听听说说而已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而且 只有一点点的 灯有是不够的 因为 时间 可能会考验人 我想问 人什么时候最容易睡 什么时候 第一就是 等 等长了 就容易睡 是不是 你在家里 本来电话里面 或者告诉你说 晚上八点钟要来 等等等 可能七点钟开始等 等到八点不来 八点等到九点还不来 就容易睡着 第二呢 暗的时候 比较容易睡 是不是 亮的时候 不容易睡 太阳落山了 灯慢慢的 熄灭了 就容易睡 还有呢 看见别人睡的时候 就容易睡 对不对 左看 这个人睡了 右看 那个人也睡了 自己也就睡了 还有呢 疲劳的时候 容易睡 体力的疲劳 是一回事情 心灵的疲劳 弟兄姐妹 我知道 特别对弟兄姐妹讲 我们有没有在这光景 有的时候 有属灵的疲劳 有的时候 看看周围 看看教会里面 这个人软弱 那个人灰心 那个人离开 我们自己也放松 有的时候 看见周遭的环境 很黑暗 很多 确定的事情 很多 败落的景象 很多 不公平 不公义 黑暗的事情 就容易 放松 是不是 有的时候 我们想 我们是基督福灵 安息灰灵 我就等了很久了 怎么 耶稣还不再来 我们就容易睡 容易打顿 但是不是 所有人都打顿 不错 圣经讲 圣经这里特别讲 童女 要注意 不是什么 圣经讲的其他的 比喻性的 什么淫妇 什么猪 犬 这些 是纯真的童女 童女也要警醒 童女更加需要 有圣灵的充足的感动 单单有知识 是不够的 单单手里有本圣经 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 才能发出光亮 必须要胜过 时间的考验 这真理才会 持续 才会 怎么样 更有把握 不是所有人都睡 因为圣经讲 半夜 有人声喊着说 有些人是很警醒的 新郎来了 新郎了 但愿我们 能够 做一个半夜的呼声 我们哪怕 是做 打顿的童女 我们应当 也做一个 通灵的童女 而不要做 欲准的童女 你说是吗 所以今天 我们讲 什么是真理 主的道是真理 但从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更加 晋升一层 不要单单满足于 我有圣经 我也读一点圣经 我也教会来 听一点道 我们有没有 常常有圣灵的感动 常常有没有 在我们人生当中 的光照 有没有在 奔天路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 火热的心 有没有在考验的时候 在试验的时候 还能够忍耐 还能够坚持 还能够得胜 还能够警醒 这是我们需要 注意的问题 好了 什么是真理 上帝的道是真理 耶稣就是活的真理 耶稣的讲的话 耶稣的教训 就是真理 圣灵的感动 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我们需要它 那么怎么能够买真理呢 你买其他东西 用人民币 用美金 用港币 用英镑 可以买 买真理有什么 所有这些 没有柜台 会买得到真理 而且没有一个 买真理地方 是接受货币 什么去买呢 以赛亚书 曾经讲到 不用赢钱 不用赢钱 不用的 以赛亚书 55章就讲到 你们一切 干渴的都当究竟水来 没有赢钱的 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你们来买酒和奶 酒和奶 在圣经也预表着 上帝的道 零奶 你们为何花钱 买那不注意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 买那不能使人保住的呢 你们留意听我的话 真的 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 甚至于花费了 我们的生命去买那些 不足以喂养我们心灵的东西 可以喂饱我们的肚子 可以委化我们的外形 甚至增添我们的虚荣 哎呀 我开一部板子车 我有一个豪宅 但是呢 花钱钱买了不足为食物的 不能喂养我们心灵的 不能使得我们心灵 你真正感觉到 有平安 有快乐 有人生的意义 有人生的方向 而且感到 人生很充实 只有上帝的真理 但上帝的真理呢 不用赢钱 所以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你在世界上 哪怕比较贫穷一点 不要紧 上帝不是以这个来对待你 你可以来买 来买 那么讲的具体点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呢 第一要认识真理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有人说 哎呀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假货 什么假的米 假的鸡蛋 什么的鞋都是假的 这样假 那样假 是要认识 什么是真理 约翰福音 今天很多章节都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这个有圣经的 不妨 就定在约翰福音里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 有意思的 八章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这是耶稣 所讲的 这里讲 你们必晓得真理 晓得也是认识这个字 真理必叫你们 得以自由 他们就是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是亚巴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 奴仆 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多好的话 认识真理 晓得真理 也就是天父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会给我们真的自由 真的释放 做过老人知道 如果释放是多么的快活 但是没有例外的 人都是被罪恶所捆绑 被自己的坏习惯 坏性情 坏脾气 坏作风 所捆绑 只有耶稣基督 这个真理的化身 来到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有自由 而且是真的自由 真的自由 那么 犹太人盲目到这个程度 尽管他们从 亚述 巴比伦 马代 波斯 是希腊 罗马 一直到后来近代的土耳其英国 都是被统治的 但是他们 当时啊 我讲现在是颜色这么多 当时的耶稣至少是到罗马帝国 还是统治他们 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的奴地 我们怎么样 你叫自由啊 耶稣就说犯罪的 就是做罪的奴仆 我们要得到解放 要得到自由 唯有 靠着主耶稣和他的真理 让他的话 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内心 这是一个认识 你如果不认识 你找错了门户 你到那个买不到真理地方去买 得不到自由地方 想去求自由 那不是冤枉了吗 不是走弯路了吗 第一是认识 第二是要信 相信 也是在约翰福音 你到了那个有真理的地方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不信 你说 给我想想 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相信 相信 那么约翰福音 也是约翰福音 多好 大家容易找 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一节说 太初有道 这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上帝 这道太初就与上帝同在 万物是结束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结束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遗憾的就说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里面讲 他在世界 世界也结束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人倒不接待他 但是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上帝就赐给他们全并 做上帝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 下面就保贵了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是父 独生子的 荣光 多美好 耶稣基督里面充满了 上帝恩典跟真理 如果只有真理 没有上帝恩典 我们不能存活 我们都是罪人 但如果上帝给我们恩典 无非就是要我们 赏识真理 相信真理 接受真理 而且实行真理 实行真理 好了 除了信以外 还有一个 就是爱真理 格林多前书 十三章第六节 爱里面有个内容 我们不要以为 单在爱是不嫉妒 爱是很久忍耐 爱是等等等等 不计算人 但是爱 也有个内容说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义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非得相信真理 而且爱真理 爱真理同时 我们一定要 不喜欢不义 如果你又喜欢不义 怎么可能 又喜欢 又爱真理 耶稣就说 不是亲这个 就是中那个 不是爱这个 就是恨那个 不是接受真理 就是怎么样 会趋向于不义 我们既要接受真理 我们就要不喜欢不义 这是第三 先要认识 第二要相信 你相信 你相信才会接受 你如果 正下你买货 这真的还是假的 你迟一来迟一去 那你不会接受 对不对 你信 信就接受他 接受了还不算 接受了也会爱他 第四 他要拥护真理 不抵挡真理 也是保罗 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 我们只可以 凡是怎么样 拥护真理 不可以抵挡真理 你爱真理的话 你就会为真理怎么样 站立 为真理辩护 是吧 这是必然的东西 你爱一个人 你一定会 站在他那边 为他辩护 要拥护他 平时他做的 他讲的 他号召的 我们拥护他 这是 对待真理的 另外一个更深的层次 第五呢 要为真理 也就是为真道 打了美好的仗 这都有圣经的 保罗特别劝勉 提不太 你要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以前 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今天通过圣经 我们可以明白 如果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哪里可以买真理 什么是真理 但愿我们都能够响应 首先要认识 所以有一句 通俗话讲 怎么样 不怕不是祸 只要祸比祸 对不对 我们比较一下 世界上 这个主义啊 学术啊 理论啊 这个胡说八道 多得很 比比 什么是真理 你要认识 先认识 上帝 上帝已经为我们 提供了圣经 更加 为我们拆了耶稣基督 来活化这个 上帝的真理 认识 认识了以后 要相信 大家都知道 你认识一个人 是不是一定相信他 当然你认识的 很深的时候 尤其这个认识 如果从希腊 这个字呢 一个是头脑 知识认识 一个是经验的认识 如果你 除了有一些 日常的 或者是书本的 头脑的知识 你跟在一起 经验了 神的真理 经验了耶稣基督 当然你会相信他 你会接受他 对不对 而且你会爱他 非但会爱他 而且不时的拥护他 非但 不时的拥护他 而且必要的时候 要为真理 打了美好的仗 要为他而战利 因为今天世界上 保罗也已经预言到了 幕后人后呢 人的耳朵发扬 不喜欢真道 反而喜欢听那些 荒谬的言语 今天也是这样 你跟他讲 正经的事情 他不要听 你跟他讲那些 黄色的 下流的 或者是 逆造的 他反而听得晶晶乐道 什么鬼的故事 他还要听 什么等等 真道反而不愿意听 这是一个威胁 不单单这样 今天有些人还攻击真理 21世纪 所谓postmodern 现代后 什么真理 没有绝对真理 个个都真理 你也真理 我也真理 大家好 不相信绝对的真理 在攻击真理的时候 我们要占领 而且 今天末后的时代 还有很多很多的假道 假道 什么东方闪电 等等等等 我可以举很多 那些异端 假道 在攻击真理 我们要为真理 而战利 要为真理 打那美好的仗 非得打仗 而且打赢 要打美好的仗 这样保罗最后说 当跑的路 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要为真理 打那美好的仗 所以 我觉得在今天 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 所罗门怎么讲 真言23章23节说 你当买真理 而不要 出卖 智慧 讯会 上帝的话语 这在我们今天 所罗门自己人生的经验 就告诉我们 所罗门年轻的时候 很谦卑 很领受上帝话 他真的 很有智慧 但是呢 他后来 倚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哎呀 他一讲 这个四八女王 从非洲来 讲得怎么样 魂不守舍 讲得 哎呀 简直使得他 心神都震动 慢慢慢慢 所罗门骄傲了 骄傲了 离开上帝 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找出一个 不能沉水的一个池子 骄傲了 离弃上帝了 他走过弯路 他追求世俗的智慧 聪明 和所谓的人生的道理 可信 他晚年 他认识了 他悔改了 否则的话真是 太悲惨 上帝恩典是够人用 叫我们回转 他总是接纳 叫我们靠近光 他总会光照我们 所以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就说 你当买真理 你其他的不买 也不要紧 对不对 但是真理你必须买 而且应当买 尤其是在这个末世 我们更加要注意 对不对 我很喜欢 怀人师母的一句话 这世界上最大的需要就是人 哎呀 我就想现在世界 其实一个人还不够多吗 不 他有一个 界定的 就是那些怎么样 不会被毁买 毁落 被收买 也不会出卖自己人 是一个 只指罪名 而 无所其谈 不顾一切的人 是那些忠于之手 好像持真 只向持戒 的人 虽然诸天 群父 还能坚持 正义的人 坚持 真理的人 这是今天的世代 多么需要 但愿上帝 记住今天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 认识到这点 尤其在 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 让我们更能够 为真理而站立 而且 隐藏在基督里面 以他 为我们 人生的 榜样 方向 和动力 谢谢主 赞美主 愿主 生给 每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